5月25号,据媒体消息称,林志玲含有通过应援站的社交账号官宣喜讯,并透露她即将发布新书《刚刚好的优雅》。 志玲姐姐休养之道,除了公布这一喜讯之外,林志玲还亲自现声分享新书内容《灵感来自儿子》,让她可以感受妈妈的曾经。 这并不是林志玲第一次写书,早在04年的时候,林志玲就曾写过一本名为《凯沃名魔美丽宣言》,以及以女儿的身份写的一本名为《爸爸的照相机》,总体算下来,一共有11本书籍。 林志玲自从2019年与黑泽良平完婚之后,便将生活重心放在了日本,专心在家相夫教子。 今年年初,林志玲喜欢儿子对于47岁的她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份幸运,也是老天的眷顾。 为了保护儿子的隐私,她从来没有在社交网上分享儿子的近照。